观山岳 明月初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旱下白灯道 虎窥青海湾 游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缓 树客望边色 思归多苦言 高楼当此夜 叹息魏英贤 观山岳是岳府就提 岳府故提要解 观山岳 赏离别也李白的这首诗 在内容上继承了不岳府 但又有极大的提高 这首诗在内容上仍继承古岳府 但诗人比例昏昏 又有很大的提高 诗的开头四句 主要写观 山 也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图景 从而表现出争人怀乡的情绪 中间四句具体写到战争的景象 战场悲惨残酷 后四句写争人望边地而思念家乡 进而推向七子越野高楼叹息不止 这首诗描绘了边塞的风光 数族的遭遇更深一层转入 数族与私父两地相思的痛苦 开头的描绘都是为后面做渲染和谱点 而册中雪望月引起的情思 开头四句可以说是一幅包含之观 山 月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塞图景 我们在一般文学作品里 常常看到月出东海或月出东山一类描写 而天山在我国西部似乎应该是月落的地方 可以说明月出天山呢 原来这事就争人角度说 争人束手在天山之西 回首东望 所看到的是明月从天山升起的景象 天山虽然不靠海 但横跟在山上的云海则是有的 诗人把似乎是在人们印象中 只如大海上空才更常见的云月苍茫的景象 与雄浑磅礴的天山组合到一起 显得新鲜而壮观 这样的境界在一般财力薄弱的诗人面前 也许难乎为计 但李白有的是比例 接下去长风几万里 吹夺玉门关 范围比前两句更为广阔 宋代的杨祺贤 好像唯恐几万里出问题 说是天山这玉门关不为太远 而约几万里者 以月如出于天山耳 非以天山唯度也用想象中的 明月与玉门关的距离来解释几万里 看起来似乎稳妥了 但李白是讲长风之长 并未说到明月与地球的距离 其实这两句仍然是从征术者角度而言的 是族人身在西北边疆 月光下助力遥望顾原石 但觉长风浩浩 似掠过几万里中原国土 横都玉门关而来 如果联系李白子叶吴歌中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琴来进行理解 石的意愿就更清楚了 这样 连同上面的描写 便以长风 明月 天山 玉门关为特征 构成一幅万里边塞图 这里表面上似乎只是写了自然景象 但只要设身处地体会这是真人动貌所见 那种怀念乡土的情绪就很容易感觉到 汉下白灯道 胡亏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这是在前四句广阔的边塞自然图景上 叠印出征战的景象 下 指出兵 汉高祖刘邦领兵征匈奴 曾被匈奴在白灯山金山西大同世袭围困了七天 而青海湾一带则是唐军与吐蕃连年征战之地 这种历代无休止的战争 使得从来出征的战士 几乎见不到有人生还故乡 这四句在结构上齐着城上起下的作用 描写的对象由边塞过渡到战争 由战争过渡到征属者 数颗望边翼 思归多苦言 高楼当此夜 坦息为阴贤战士们望着边地的景象 思念家乡 脸上多现出愁苦的颜色 他们推想自家高楼上的妻子 在此藏茫月夜 坦息之声当时不会停止的 望边塞三个字 在礼白笔下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写出 但却把以上那幅万里边塞图 和征战的景象 跟数课紧紧联系起来了 所见的景象如此 所思一字是广阔而渺远 战士们想象中的高楼师傅的情思 和他们的叹息 在那样一个广阔背景的衬托下 也就显得格外深沉 使人放眼于古来边塞上的 漫无休止的民族冲突 揭示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 和给无数征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 但对战争并没有做单纯的谴责或歌颂 使人像是沉思着一代代人 为他所支付的沉重的代价 在这样的矛盾面前 使人 征人 乃至读者 很容易激起一种渴望 这种渴望 始终没有直接说出 但类似乃至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战成男的相反 是读者再读这篇作品时很容易产生的 离人私负之情在一般诗人笔下 往往写的鲜弱和过于愁苦 与之相应 境界也往往狭窄 但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景 来引发这种感情 这也只有胸襟如李白这样浩鸟的人 才会如此下边 明代胡英林评论说 浑雄之中 多少贤雅如果把贤雅理解为 不局促与一时一世 是带着一种更为光源 沉静的思索 那么 他的评语是很恰当的 用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做背景 并在这样的思索中 把眼前的思乡离别之情融合进去 从而展开更深远的一境 这是其他一些诗人所难以企及的